美国总统川普14日签署香港自治法将据此制裁中国官员 美国媒体彭博15日报道 川普本人无意升高对北京的紧张关系 白宫日前严拟制裁中国官员名单 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而川普尚未公布实施 民进党立委林俊宪15日也表示 美国真正的王牌还没有亮出来 彭博报道 川普自下高速助手无意在此时升高对北京的紧张关系 且香港自治法虽授权总统制裁 也不会立即采取行动 彭博引述之前式的说法报道 川普团队已严拟制裁中共高官的名单 包括林郑月娥与韩正 即使总统现在不公布实施 仍随时可以加重处罚 美国9日公布首播新疆官员制裁名单后 中共13日也宣布制裁美国官员 双方的报复制裁还在持续中 台湾民进党立委林俊宪15日表示 川普通过的这两项政策可说是对中共最致命的一击 但美国真正的王牌还没有亮出来 美国若针对港币下手代表美中关系 已经到了无法回头的程度 正是决裂了 林俊宪表示 香港之所以是香港地位不来自于中共给予的特别行政区 而是国际香港视为与中共不同的实体 中国资本市场从未真正与世界接轨 早年中国更封闭时 与国际间的金融与贸易往来 都是需要透过香港 这个特殊的第三方角色 正是支撑香港繁荣至今的原因 他说 目前香港靠着两大支柱运作 第一是中国大陆与世界承认的特殊实体地位 第二点更重要 其实是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 香港的实体经济规模并不大 却要吸纳整个中国的资本 已遇上经济波动 香港经济很容易遭到重创 与美元这个世界货币挂钩 等同于将风险分散至全世界 林俊宪说 一旦美国采取削弱港币与美元联系的措施 将会引起香港经济极大的恐慌 也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资本操作 只不过这个措施会伤及美国自身 因此短期之内也许还不会有这么大的举动 但要是中共蛮横的行为没有减弱迹象 等到美国真的对港币下手时 代表美中关系已经到了无法回头的程度 正是决裂了 据中共北京市政府征兵办公室 微信公众号首都征兵资讯消息 7月14日北京市召开2020年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会议由卫数区司令员傅文华主持 这是中共官方首次披露 前陆军第81集团军参谋长傅文华 接任卫数区司令员的消息 这意味着王春宁继2020年5月 卸任北京市委常委后 亲戚再卸任北京卫数区司令员 内幕已能猜测 北京卫数区也被称为御林军 担任经济安全重任 平时守护中南海等重要部门 暂时掩护中共高层撤退 有说法称 控制了北京卫数区相当于将半个北京置于手中 卫数区司令历来由中共军委主席指任 任用其信任的人 中共两会敏感期前夕 北京卫数区司令员王春宁 被免去北京市委常委职务 内幕引人猜测 当时中共军方异动频繁 5月14日在唐山港启动实弹军演 长达两个半月 中部战区空军政委换人 另一方面 习近平阵营掀起新一轮打虎潮 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等政法系统高官密集落马 司法部长傅政华谢职 河北省公安厅刑事警察总队 原总队长王新亮落马 江泽民老乡军工大佬 中船重工前董事长胡问您落马 如今王春宁卸任北京卫数区 恰逢中共北戴河会议前夕 按惯例 7月下旬至8月上旬 中南海高层活动将进入北戴河秘密会议阶段 每年的北戴河会议几乎都伴随 中共高层激烈内斗的消息与传闻 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前夕 掀起新一轮政法系统清洗运动 撤换北京卫数区司令 分析认为 习近平强化军权 加强掌控刀靶子 加大力度清洗反习势力 严防政变的意味不言而喻 这也为北戴河会议前后的高层内斗 及清洗行动的升级埋下了伏笔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 7月初已派遣一个团队 前往中国调查新冠疫情的起源 调查指测诵调查病毒如何从动物传制人 不会覆盖病毒是否从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的调查 7月15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新闻会上表示 他预计中共允许世界卫生组织 复华调查新冠病毒起源 最终调查结果是帮中共彻底洗白 蓬佩奥表示 这是一个不对外公开他们掌握的病毒信息的政权 该病毒现已让超过10万美国人失去生命 现在他允许世卫进入工作 我相信这将是一个完全粉饰的调查 蓬佩奥说 我希望我说错了 我希望这是一个彻底的调查 可以深入到底 但是我已经看过中共对武汉发源的病毒采取的行动 他们是一概否认 蓬佩奥补充说 他们破坏样本 他们带走愿意说出真相的记者和医生 却不允许他们去做一个真正大国该做的 在全球舞台上应该做的事 透明 开放 沟通与合作 目前 美国已经宣布正式启动将在一年后退出世卫的程序 美国对世卫未能及时预警疫情 以及处处偏袒中共的做法非常不满 美国总统川普1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批评世卫在这次疫情中的糟糕表现 称世卫是中共的木偶 川普还再次重申 美国要求中共当局对隐瞒疫情并允许病毒在世界散播负责 7月15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表示 美中之间仍然有对话 但已经发生改变 川普政府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已经在起作用 他说 第二届川普政府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挑战就是中共 蓬佩奥谈到中国政府时再次直指中共 并使用总书记的党职而非主席来称呼习近平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5日在接受国会山报的视频采访时多次谈到中国 他说 川普总统如果当选连任的话 如何对付中共将是他第二任期最大的挑战 谈到目前的美中关系 蓬佩奥说 双方在对话之中 他提到 他三个星期前在夏威夷与中共主管外交事务的政治局委员 杨洁篪举行了会谈 他说 悲哀的是 他们想谈合作 他们想谈成为一个分手法治的全球性大国 然而 在每一个地方 我们看到他们的行动都与此不相符 蓬佩奥举例说 习总书记2015年在白宫玫瑰园承诺 不会将南中国海军事化 但他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了 他做了一个50年的承诺 在得到国际承认的中英协议中 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 现在这个承诺从根本上被违背了 中共在每个地方都如此 他们根据巴黎气候协议而做出的承诺 但他们离遵守协议相距甚远 这是一个以对世界构成真正威胁的方式形式的中共 蓬佩奥15日在国务院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表示 尽管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一次通话是在今年3月 但国务院的每一个层级都与中方在继续进行对话和交谈 美国政府的其他部门也是如此 他说重要的是这种对话发生了改变 他说坦率的说 这种对话与几十年来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对话有所不同 曾经发生的情况是 美国坐视不管 让我们两国之间的重要商业关系就这样发展下去 把美国人民置于险境 我认为中国领导层明白情况不再是这样了 他说北京对此做出了反应 你已经看到了他们使用的语言 你可以看到我们正在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 而且我们将继续做我们必须做的事 以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 而且我们有一个公平对等的关系 这是终极的愿望 中国长江流域洪灾不断 据第一线防汛人员向外媒爆料 三峡大坝已经进行超级泄洪 专家认为 今年发生在长江的洪水全都是人为 并非天灾 印度退休空军上相对此更揭露 三峡大坝全力泄洪的卫星照片 日前仅有中共官方媒体报道称 今年洪灾严重是网络造成的错觉 引起网友的炮轰 今日印度顾问 印度退休空军上相 维纳亚巴特释出的照片可见 卫星早就抓到 中国在6月24日就开始泄洪 但官方一直到6月29日才释出消息 当时中方称 三峡大坝每天的出水量 都控制在每秒3.5万立方公尺速度 还释出打开三个闸门泄洪的照片 但卫星竟在本月9日捕捉到 三峡大坝闸门全力全开泄洪的画面 据称是中国第一线防汛人员金先生指出 长江流域殉勤 十万火急 中国高层发出封口令 不能谈论洪水消息 所有防汛人员不得对外揭露真相 但三峡大坝的确已经进行了超级泄洪 官方就算牺牲百姓 也要全力保住三峡大坝 旅居德国的三峡大坝问题专家 王维洛指出 你可以说今年的长江洪水都是人为的 长江流域所有水库水坝的水位流量 都是由中国官方统一调度 例如长江水倒流进入鄱阳湖 都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调度的结果 他认为洪水是受到中方人为控制 不单纯是天灾 据中共官方统计 到目前为止累积紧急撤离的人数高达224.6万人 全国受灾人次达到3873万人 死亡失踪共141人 倒塌房屋共2.9万间 大量的受灾民众的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 苦不堪言 而山东省日照市南山区荣媒体主持人江鹏日前却声称 为什么建了这么多水坝 洪涝却越来越严重 这是因为网络变好了 互联网让洪灾信息源源不断的传递到你手机里 造成了洪涝越发严重的错觉 但实际上 今年受灾人数同比下降46% 此番言论引来大量网友的炮轰 今年的互联网更发达 那么去年没有互联网是节省济视机毛信 这是嫌受灾的人不够多 侧面说明 要不是互联网信息发达 他们会瞒得更多 奥克拉荷马州州长 斯提特15日证实 他对新冠病毒的检测呈阳性反应 这也是被新冠病毒感染的已知的首位美国州长 斯提特接到检验结果后 目前在家中隔离 7月14日早晨 美国最高法院宣布 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被送往医院 因其出现了疑似新冠肺炎症状而接受治疗 奥克拉荷马州是最早重启经济活动的一个州 医学专业人士曾警告 这位共和党籍州长说 奥克拉荷马州疫情期间仅仅封闭了一个月 就在4月份重启经济活动 过于仓促 斯特提出席了川普总统6月20日 在塔尔萨举行的竞选集会 集会大约6200人参加 大部分没有戴口罩 斯提特州长经常在公开场合拒绝戴口罩 他当时是这样解释自己参加竞选集会的原因 新冠病毒在美国也在奥克拉荷马州 我们必须采取防护措施 我们有待在家里的自由 又参加集会的自由 斯提特州长6月30日 敦促该州民众在公众场所佩戴口罩 此前的两个星期 新冠病毒疫情在该州出现反弹 奥克拉荷马州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目前大幅增加 已经接近22000例 有428人失去生命 奥克拉荷马州政府数字转型和管理部长 奥斯特罗维3月早些时候 对新冠病毒的检测呈阳性反应 美国最高法院在其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 金斯伯格于14日清晨被送至 马里兰州巴尔迪摩市的大型综合医院 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 他出现了发烧发冷等一次新冠肺炎症状 并于13日晚在哥伦比亚特区的西布利纪念医院 做了初步评估 声明说 金斯伯格14日下午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接受了内规径检查清理去年8月给他放置的党管支架 他正舒适的休息并将在医院待上几天 以接受静脉注射抗生素治疗 这是金斯伯格最近一次住进医院 87岁的他近年来一直面临各种疾病的困扰 包括直肠癌、胰腺癌和肺癌等 好了 以上是本期《妄为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